有一輛炒泡麵餐車呢 每一天都會出沒在 不一樣的夜市 但客人還是願意 追著餐車來泡 其實老闆 他曾經是餐廳的廚師 是受到了疫情的影響 所以自己出來開業 而他在普通的泡麵當中呢 就加入了新鮮的食材 有海鮮 黑胡椒 牛柳 還有打泡豬等等 多種的口味 和爆香之後的蒜酥 還有油蔥酥 一起來拌炒料多未美 甚至呢 被客人形容是餐廳等級的 夜市炒泡麵 用新鮮辣椒和蒜頭爆香 透過鏡頭似乎都能聞到 空氣中瀰漫的嗆鼻氣味 但老闆李元豪一臉淡定 對於每天出車前的備料工作 他早就習以為常 用來炒麵 倒進醬油 糖 胡椒和魚露 精準控制火後快手翻炒 跟豬肉上色 湯汁微微收乾 主角準備就事 輪到最強綠葉登場 打拋煮 打拋煮必不能少的元素之一 打拋葉 除了點綴提味 也增添繽紛色彩 李元豪把煮好的泰式醬料 從大炒鍋移架到小保溫桶 轉個身馬上又要忙著醃製牛柳 基本調料一樣也沒少 沒有特別秘方 但光是要醃製入味 就需要本事 李元豪曾經是餐廳廚師 碰上疫情角質 幾乎處於半實驗狀態 他不怨天尤人 反而正向看待 把危機掛為轉機 我之前在餐廳做了12年 然後疫情大爆發之後 一直放無薪假 所以我們夫妻兩個 就審視一下自己說 是不是應該趁年輕出來創業 對啊 出來打拼看看 有自己的品牌 海鮮的話就是要先退冰 然後先洗過 然後再分裝 分裝成一份一份 到時候出車的時候比較方便 就是去心 海鮮就是怕心 從早上十點 夫妻倆開始備料 忙呀忙的一轉眼 時間來到下午三點 有時候被禮拜四到騙了 對 要飛 conversations 這麼久 一打蝙蝙蝙蝙蝙蝙蝰 到前面 李渊豪的餐车神出鬼没 台中以北各大夜市 都有机会看见他的身影 而且每天食材都是限量供应 来晚了真的没法多 只能跟你说麻烦下次请走 一盏灯照亮黑夜 属于李渊豪的一天 才正要拉开序幕 下paragus 好 炒泡面 środ康�一下 一会儿 最基本都是100包起跳 對啊 有一些生意好的業是 200包 250的也有 所以我現在鍋子都買最小的 不敢甩太大的鍋 日泰牛 50小牛跟海鮮 牛肉炒泡麵 對 就覺得當下吃 黑胡椒味道滿重的 對 就還不錯啦 麵還滿多的 牛肉部分 因為老闆用的是 比較多牛筋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口感上面滿好吃的 因為我是有 剛好有看到臉書上面 他們今天會過來這邊 想說帶太太過來一起走 然後想說剛剛好這一家 我想吃 他也想要吃 所以就挺下腳步來說 不然我們來吃吃看 餐車前常常的排隊人籠 讓來逛夜市的民眾 走過路過都不想錯過 一般超市賣的韓國泡麵 在李元豪的橋手下 變成風味絕佳的熱銷品項 炒泡麵全世界各國都有炒泡麵 就是比較親民 對啊 然後接受度也高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乾脆在泡麵上面做一些改變 就用炒的 然後自己研發新口味這樣 經過爆香的蒜酥 油蔥酥 混合少許胡椒和老闆特調 油溫脆化下幾底醬料大功告成 接著加入高麗菜和分裝好的海鮮拌炒 約末八分熟食再倒進汆燙過的泡麵 大火快炒直到麵體吸附醬汁 就得趕在它的Q度消失前速速撈起來 韓國的那種 所以就是比較會有嚼勁 不會說那種一夾就斷掉這樣 中捲 然後蝦子跟干貝 對 就還算還不錯 我們是從桃園中壢過來的 那是剛好經過看到 就是剛剛滿多人在排隊的 而且也想吃看看 因為在夜市上炒泡麵 我看到的會比較少一點 比較不會在那種傳統夜市 看到有在賣炒泡麵這樣子 滴上滿滿的美乃滋 再撒上帶有溫和煙燻味的柴魚片 以及有著天然清香的海苔粉 多層次口感與炒泡麵結合 鹹甜滋味讓人一吃就上癮 麵是滿彈性的 然後醬料的話 搭起來也不會奇怪 是滿新鮮 因為 之前沒看過這種東西 今天是第一次看到 他每次來都會吃兩碗以上 他都是吃大阪燒的 因為他們不吃辣 但是我們有時候點到牛柳的 他有一點黑胡椒 他們也是吃光光 你剛剛吃了幾碗 吃幾碗 兩碗 好吃嗎 爸爸媽媽帶我們來吃很好吃 很多次 一家四口 從原本只想嘗鮮的過路客 到現在被炒泡麵涼涼 成為他們的頭號粉絲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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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初是因為去逛夜市的時候 發現久久餐車的美食餐車 才發現這個炒泡麵 然後才去買看看 吃看看 對啊 就一買了之後 現在變成常客 對啊 每次都會去 老闆去哪裡我都會跟著去哪裡買 對 新竹台中都有去 我們都是在IG還有FB關注的 對 然後他去哪裡我們就去哪裡 我覺得在夜市能吃到這麼好吃的 炒泡麵 就很吸引人 對 而且吃不膩 有些夜市的東西就是吃一次 你就不會再想回去吃了 他這真的是餐廳等級 一大匙打泡豬 酸辣開胃 淋在剛起鍋還在冒煙的泡麵上 香氣順著熱氣奔騰而出 撲鼻而來 楊弟弟接不起誘惑 還沒吹涼就大口往嘴裡塞 我看到他的腸泡麵然後腸酥 你今天臉什麼 這是腸泡豬 會不會很辣 我看你都流汗了 就是我自己那個 會比較常流汗 我覺得還滿搭的耶 然後他不會到很辣 像我就是喜歡那個味道 但我不太敢吃很辣的人 我覺得很剛好 還滿香的 各式各樣的炒泡麵 每一款都有追隨者 李元豪靠著一輛餐車 闖出知名度 儘管沒有華麗的餐廳布景 高檔的用餐環境 但真材實料 和平易近人的大眾口味 也成功擄獲一群 始終消費者 就是餐車的便利性比較大 可以追著人群跑 現在很多餐車的車隊 然後也有餐車市集 然後也有夜市 對 只是要入在雨林 比較辛苦一點 辛苦 但一切都值得 李元豪不斷精進廚藝 目標是開第二輛餐車 他堅信把平凡的美食 做到極致便能成就非凡 好 好 好